長濱國小 我們大家知道長濱 可是長濱到底的位置靠近哪裡 其實它的位置緯度 其實是跟花蓮的玉璃是差不多的 只是它是在台東最北的鄉鎮 台東最北的鄉鎮就是長濱 長濱國小現在有多少孩子 國小部有117個小朋友 117 幼稚園有30個 所以總共有147個小朋友 這邊原住民會滿多的嗎 這邊原住民大概六成多 六成多 主任你覺得長濱國小最需要什麼 就是一些外界的資源 就是給我們一些協助 除了說早餐午餐的補助 我們一直持續都有幫小朋友申請之外 另外就是一些硬體的設備 比如說我們的電腦教室 可能需要一些硬體的設備 還有就是我們的桌球室 或者是說一些那種體育的設備 也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目前 我們每年都會跟教育部申請一個 那個藝術生根的計畫 但是我們只聘得到那種美術老師 目前美術這塊就是 就是沒有說全部的課程都有 因為有些資源我們會幫小朋友申請 但是這些錢沒有辦法陪小朋友一起做功課 就是說他有 比如說他在學校上了補救教學 然後到教會上課上到七點 他回家還是沒有人陪他 他回家還是回到家裡就沒有人陪他 甚至他可能弄個泡麵吃這樣 就上場睡覺 沒有 幾乎是沒有 你像我們那一戶秀鳳他們 他們幾乎我們送他們回家的時候 就已經阿公阿嬤都已經在睡了 然後你就知道他們進到家裡 沒得吃也沒得做功課了 對 所以其實藏兵這地區 因為隔代教養的關係 所以變成說隔代的狀況之下 沒有辦法這些祖父母沒有辦法提供孩子們 在課後有一個陪伴 或者是有一個讓他們可以溫習功課的 一個很好的硬體設備 甚至就是這些陪伴的資源是完全沒有的 那這樣子的話我聽說 教會有跟國小配合就是有一個陪讀班是不是 藏兵教會來 然後我們來教他 不管是樂器的學習或者是唱歌 因為我覺得原住民的孩子 原住民的小朋友 他們的恩賜他們的天賦 很多都是在音樂這一方面 藝術這一方面 對 其實我覺得這塊是藏兵蠻需要的 真的蠻需要音樂老師 好嗎 好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